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紧接着是宋林的叫喊 许明 你竟然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我就算离婚了也不可能娶你 你以后不要再死别懒懒地缠着我 许明怒不可遏地咆哮着 当初你可承诺过会娶我 宋林说 那是你逼我的好不好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为什么要这么犯贱 跟徐明认识这么多年 还第一次见他打人 听见他骂人 我心里无奈地叹了口气 平心而论 这事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也不能完全怪宋林 归根结底还是徐明自己不见点 我是在云运生日前一个月 知道徐明和宋林的仇事的 那天我正忙得写标书 同事跑来告诉我 门口有人找 我走过去一看 是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年轻漂亮的女孩 不过看着有些面熟 我的记忆力非常好 很快便想到 他应该是跟徐明一起念博士的同学 我见过他们聚会的照片 记得当时我还和徐明说他很漂亮 宋林自报家门后说 李兰 咱俩到楼梯间谈谈吧 我听吧 内心莫名有些紧张 跟着宋林来到楼梯间后 我正一问他有何归干事 他倒先开口了 李兰 我跟徐明相爱了 而且把男女之间能做的事情全做了 我们现在想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所以 请你退出吧 他一说完还递给我几张照片 你看看吧 这个不是PS的 我还有视频 不过我劝你不要看了 怕你受刺激 宋林竟然说得如此理直气壮 毫无一点愧疚与羞耻 刹那间 我用双毛愤恨地瞪着他 脸色气得惨白 呼吸都变得沉重 不过 我很快平静下来 我暗暗告诉自己 绝对不能输阵 你算哪颗聪呢 徐明是我的合法丈夫 如果他想和我离婚 就让他自己来说 如果他不说 我是不会离婚的 你 哪里凉快就上哪儿待着去吧 我轻蔑地哼了一声后 转身立举 宋林估计没想到我如此反应 他一把拉着我说 丽兰 徐明都不爱你了 你还霸了他做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婚姻 要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 我面露凶向地说 你就不要亵渎爱情这个词了 请你把脏手拿开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我是练过空手道的 到时候把你揍得鼻青脸肿 我相信 广大军民群众 只会说我揍得好 宋林有些怂了 怯怯地松开了手 我故作镇定地回了办公室 我告诉自己 要沉着 要冷静 要以工作为重 先把标书写完 然后回家找徐明问个清楚 可我哪里做得淡定 一连串的泪水 从我那痛楚的脸上往下躺 我拼命地咬着牙 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哭够之后 我开始回忆徐明最近的表现 他是去年考上的博士 由于单位权力支持 便选择了脱产就读 他每天早上到学校 下午去幼儿园接云运回家 晚上看书写论文 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 难道是 送离线还徐明 可那照片是怎么回事 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释 我突然想到 两个礼拜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天徐明回家很晚 衣服上的酒味里 还混在着香水味 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 跟班上的同学聚会 有你同学用了香水 我记得 那香味 跟刚才借宋林时 从他身上闻到的香味 一模一样 莫非徐明跟宋林的关系 真的不一般 我实在没办法 集中注意力工作了 跑去大学 找到了徐明 让他给我解释 徐明慌了 狠狠抽了自己 一耳光说 老婆对不起 我错了 徐明哽咽着告诉我 他念博士没多久 宋林就对他表示了好感 他一直在拒绝 然而宋林穷追不舍 一个月前 他们试门聚会 大家都喝多了 宋林扶着徐明去酒店 在宋林的主动下 他没把持住 和宋林滚了床单 之后 宋林就缠上了徐明 还扬言 如果徐明不和他在一起 就把他俩的亲密视频 公之于众 徐明被逼得没办法 只好用好言 先哄着他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 徐明还把宋林 追求他的信息 邮件拿给我看 随后他苦苦哀求道 老婆 我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 但我不想失去你 所以 肯定你给我一次机会 原谅我好吗 我根本不知道他会去找你 还会说那些伤害你的话 我立刻去找他一刀两断 如果不是徐明心口说出这一切 我是不会真的相信 徐明会背叛我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我心里的痛苦 像一根懒声 弯来绕去 拧住我的心 我颤抖着骂道 你明知道这女人对你有企图 就应该离他越远越好 你为什么还要去和他喝酒 你就不要为自己的卑鄙行径 找借口了 徐明红着脸说 我想让大家同一个导师 把关系搞僵了不好 所以 我打断徐明 说出了离婚两次 可他死活不同意 于是我毫不留情地说 你不同意协议离婚也没有用 大不了上法庭 一次离不了就两次 两次离不了就三次 当晚 我就带着远运搬回了娘家 我爸妈得知徐明的丑事后 大发雷霆 表示 坚决支持我的决定 结果 徐明在他父母的陪同下 隔三差五就上门道歉 如果只是徐明 我们肯定连门都不会给他开 但因为有公婆在 我们不得不给点面子 和徐明结婚以来 公婆一直把我当亲生女儿来趟 我又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所以 每当两位老人声泪俱下 求我给徐明机会时 我不忍心说狠话 于是 起诉离婚的事情 也就一直拖着 没有记性 爸妈知道 我对徐明的感情很深 一见我狠不下心 把事情做绝 便开始委婉地劝我 要不要尝试着 原谅徐明一次 我其实也考虑过 和徐明重修就好 可只要一想到 她背着我 和宋玲苟且 心里就难受 我就这样地 和徐明相持着 这天 我妈带云云在小区里玩 一个邻居阿姨 找妈妈有点事 妈妈便放手 让云云自己在空地上 追泡泡 云云越走越远 妈妈也没太注意 啥时 一辆小车失控冲了过来 眼看就要撞上云云时 是徐明突然赶到 一把抱开了她 妈妈当时魂都快下没了 连连责备自己 徐明的英勇表现 让妈妈不停地 在我面前替她说好话 我的心开始软了 没过两天 我还得知了一个 更令我震惊的消息 徐明 博士退学了 为了和宋林彻底了断 她放弃了她 渴求了许久的博士梦 让自己备考时付诸的 心血和汗水 付出东流 我再一次 为要不要原谅徐明 而进行思想斗争 这时 宋林又跳出来了 她用小号 加到我微信 给我发她和徐明的 亲密视频 一会儿 爱求我成全她和徐明 一会儿骂我为什么要破坏徐明的前途 我怎么可能在宋林的威逼前妥协 她要我离婚 我还偏不离了 于是我叫徐明一起给云云过生日 打算一家三口从此团聚 谁曾想 宋林破坏了一切 我带着云云和爸妈神色凝重地回到了家中 爸爸学过一点心理学 皱着眉头说 李兰 我看着那宋林有点边缘型人格的特点 难怪徐明找她了断这么艰难 我何尝不知道艰难 没活多久 徐明来了 她十分惭愧地在我爸妈面前居乐一躬说 爸妈 对不起 破坏了你们的好心情 随后她又给我举了一躬 说道 李兰 我真的恳请你能原谅我 我向你保证 一定尽快把这点破事处理好 我问她怎么处理 可她刚说了个我字后 手机就响了 徐明看了一眼 厌恶地点了拒接键 想都不用想 这肯定是宋林打来的 徐明准备继续回答我的问题时 手机又响了起来 我叹了口气让她接 徐明按了免提 只听宋林在电话里哭喊道 徐明 我手里真握着一瓶农药 你说我会离婚取我 那就必须算数 如果今天你和李兰不答应离婚 那我就把农药全喝下去 我只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必须把离婚协议带来我宿舍 否则就给我收尸 说完 李兰挂掉了电话 徐明说 这个疯女人 肯定是用苦肉去威胁我呢 我打算明天去她老家 先找她父母谈一谈 我却想到了爸爸刚说的话 宋林拥有边缘性人格 我知道这类人冲动起来 是容易自杀自惨的 如果宋林一会儿真的喝了农药 那这事就会闹得难以收场 我有些担心 坚持拉着徐明去找宋林 偏偏那天是周五 路上车特别多 一路堵着 我不停地看着时间 心里蓬蓬乱跳 祈祷宋林千万不要做傻事 紧赶慢赶 在离学校还有三公里路程时 宋林所说的一个小时 到了 她给徐明的手机上 发来了她喝下农药的视频 我俩吓得魂都快没了 好不容易镇定下来 我给宋林拨打电话 没人接 我又赶紧给120打电话 通知他们赶紧来 十分钟后 当我们滴滴撞撞地冲进宿舍楼 让管理人员打开宋林的房门时 宋林已经口吐白沫地躺在地上 不幸人事 还好去护车也赶来了 医生立即给宋林进行了急救 然后将她送到了医院 多亏抢救局时 宋林的命是保住了 但由于喝下药量太大 宋林的胃粘膜损伤严重 医生说 她在很长时间内只能吃流食 那天 我和徐明在病床外守了宋林整整一夜 而她的两个女同学 在病房里陪着她 劝慰她 第二天 宋林的父母在学校老师的陪同下 赶到了医院 二人在病房里没待一会儿 就怒气冲冲地跑出来 宋林把一把拽住徐明骂道 原来是你这个狼性狗肺的家伙 把我女儿害成这样 我要跟你拼命 说着就举起了拳头 我一把握住宋林爸的手腕说 您先把事情搞清楚再来追究责任吧 学校老师也跟出来了 赶紧把宋林爸们拉开 力劝她心明气和地解决这个事 没过多久 宋林爸妈就提出要求 他们认为 宋林身心受创 与徐明有直接关系 竟然要徐明赔偿他们二十万元 徐明坚决不肯给 理由是这件事的起因是宋林对他死缠烂打 自杀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更何况宋林的命还是我们夫妻俩给救回来的 我当然也不会让徐明给 凭什么呀 他把我家搅得天翻地覆 还想要我家的钱 我还准备找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呢 在外敌面前 我和徐明站在了同一阵线 可宋林父母并不是省油的灯 很快将徐明告上法庭 保验审理后认为 徐明系有夫之夫 却与宋林发生婚外情 宋林明知徐明与我是合法夫妻 却与其保持情人关系 二人的行为 均违背了公序良俗都存在过错 由于宋林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所以他对自己的自杀未遂 受伤具有重大过错 应承担主要责任 而徐明失信取宋林的承诺 是导致宋林自杀未遂受伤的原因之一 即徐明对宋林的自杀未遂受伤 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经法院酌情认定 徐明承担5%的责任 给予宋林赔偿心1万元 事情总算是结束了 然而当事人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宋林休学回家养病 而徐明没脸在原单位待下去了 不得不换了工作 从零开始 而我 尽管克服心理障碍重新见到了徐明 但我们之间的伤痕 还需要很长时间的修补 可就算愈合好了 疤也一直会在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失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视频松明报告 未经议下方留言 还有您知道